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想要整理出这样的一本书 这个爱的练习部 舞堂给爸妈的一个亲子沟通课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的本身的专业 其实communication 它的英文里面就是既沟通又是传播 所以说其实沟通就是我们这一行的专业 那我想做老师做了那么久 再加上我是一个高龄的妈妈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在养育孩子 跟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多的心得 我想应该要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头 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 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都实在是活得太焦虑了 活得太焦虑 那学生呢 从他们的身上我又感觉到 好像学生又活得太痛苦了 因为我每一年都做一个调查 一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大师的班级 说请问和自己的父母沟通 没有问题的请举手 全班70个人你看我看你 连续三五年举手的都只有三位 就表示说70位里只有三位同学 自认跟父母沟通没有问题 然后我心里就很伤心 我想父母是我们一生中最亲爱的人 如果一个孩子活到22岁了 心里都觉得跟父母没有沟通的管道 我觉得那真是一件很令人既担忧 然后又觉得很心痛的事 所以其实多少年来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说也许是一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透过专业的眼光 透过自己的经验 透过老师的观察 然后做一个广大的分享 所以刚好因为我也有别的节目 那就有出版公司听到了 他们其实过去就好几次出版公司找我 但因为时间跟环境都不允许 对那这次刚好也差不多 这个时候比较空了 我就答应说OK 我说我们来写这本书 好好的来谈一下亲子的一些典型问题 教授刚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班上同学这样来投票 你觉得大部分的问题是小孩问题比较多 还是父母问题比较大 如果以比例上来讲 其实基敏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孩子好像都没有问题 因为孩子他生下来 他其实就是一个 父母也其实也是没有选择了 你生到什么孩子你不能挑 那孩子也不能挑父母 但是孩子是一张白纸 他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随着父母的教养而成长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应该这样讲 父母也很无辜 你看我们从成长的过程里面 从学校的教育一直到我们成长长大 为人父母 我们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教育我们成为好父母 我们其实也很无辜 我们不知道怎么成为好父母 但是孩子却必须要用很正规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非常有 就是说有技巧的方式 去跟他们互动 随着他们的成长 其实每个阶段父母都在学习 都跟不上 都跟不上 我们都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你说一代一代的变化 十年做一个基数 以前是十年一个代沟 现在都是三年五年就一个跳跃 孩子的成长 我们永远都跟不上 所以就是说你说 如果说对错 孩子也无辜 父母也难当 对不对 因为父母不是天生的 我们怎么可能是天生就是父母 何况我们身上还带着上一代 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好的 也许教养的方式 因为上一代那么贫困 然后上一代的知识程度 教育程度 环境 社会的那个氛围 其实上一代的父母 也不见得把正确的方式给了我们 那我们从哪里学习 成为一个好父母 所以我觉得父母其实是很无辜的 因为父母其实是必须要接受一些教育 然后也要成长 然后才能够追得上孩子 知道这一世代的孩子 心里想什么 要什么 怎么样去跟随他们成长调整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好像我觉得我 我看到父母也觉得同情 我看到孩子觉得更可怜 所以就是说 这真的是夹在两种 世代之间的一种矛盾 所以这样讲 父母亲好像都在错误中慢慢学习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觉得没有错误 父母不可能一系之间就成为那种 所谓的孩子心目中的好父母 真的都是边做边错边学 而且以前的社会环境是有大家庭 所以即使你不会带你也很多 这个叔叔伯伯阿姨一起帮你照顾这些小孩 那些好像都是小家庭 所以教育小孩的责任好像就落在你的父母亲身上 而且也许他们是很年轻就突然变成爸妈了 是这样子 就是说现在的父母其实在整个的资源上面 其实也很孤立 对 就是说大家看起来好像网络资讯一大堆 但是众说纷纭 对不对 那然后资讯越多 其实父母越乱 因为他有的时候听这个说 他就回来说 我的小孩生病了 他听那个说 又说我的小孩得自闭症了 然后这个人说完 他说我的小孩是过冻儿 对不对 因为资讯太多了 父母就疑神疑鬼 每一天回来 就是从外面看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就把这些问题套在孩子身上 一看 你好像也有这种问题 那于是孩子就多了很多的负担跟问题 那过去其实我想我们那个时代 也许我们没有承袭那么多的复杂的资讯 或者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资讯 我们好像也比较相对的 其实也比较单纯 所以以前就是养着养着小孩就长大了 那现在是养着过程 你会随时听了很多意见 网络的意见 或者是你的朋友意见 但是也许他们的意见并不是真正对的意见 也许只是他们又是错误的经验在传承 是啊有可能 所以现在教养小孩比以前难很多 难很多 而且你看整个时代环境复杂了 过去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跟今天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你看隔着一层所谓的通讯科技 对不对 现在父母都打简讯给孩子 说时间不早了快点睡觉 两个隔一个卧室对不对 隔一大门 然后互传简讯 对互传简讯对不对 那然后孩子跟父母也没有直接的沟通 也没有直接的分享 也没有直接的 就是说所谓的彼此的沟通跟了解 所以我觉得更疏离了 更疏离了 而且以前大学的学生可能 他如果有事情要发给父母亲的话 可能就是教父母亲要记得给生活费或学费 对 对 那父母亲如果发给小孩也是问一些早点吃饭 早点睡觉 好好读书 学校的功课好好做 就这样 好像就少了很多更深层的一个互动 少了一些我觉得生命的一种分享跟亲密 对不对 就是与共的心情少了 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一个网络世界里 对不对 就少了一些真实的不是虚拟的情境 教授你这样子过去从事这个传播相关的一个 这个细索大概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那当你后来这个自己有小孩之后 你自己来带领这样的小孩 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真的一切也是这么顺利 还是说真的还是有些教科书意外的一个东西 是亲身体验才知道 我觉得会 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理论都需要被实践 那其实理论只是给了你一个参照 最重要的是说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就是说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可以被教科书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教科书给你的是一种叫做通信的原则 但是实际上你仍然要因为你孩子的独特性 而学习的去了解 就是说这个独特的个体 你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因为教学生也是一样 一般七十个 你用一样的理论教他们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观测 都能够理解的程度都一致 小孩子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过程 就像基敏刚刚讲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犯错是免不掉的了 而且有时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犯了其实当初父母在我们身上犯过的错 就是说父母对我们有时 小的时候留下了很深刻的痕迹 就是说比如小的时候 父母对我们讲话有点尖刻 或者是曾经就是说用一种不好的言语 责骂过我们 或者是有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其实心中耿耿于怀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很宿命的 就是你长大后如果没有觉察 你当了父母以后会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下一代 几乎是很宿命的 所以就是说当父母 其实是一种成长后的自我觉察 就是说你会发现到 当父母小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对待你 你其实不喜欢 于是你后来当了父母 或你深自的警惕说 我不要用这种方式 再来对待我的孩子 我们知道不要这样子做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情绪之下 我们还是会这样子做 当你一做出来之后 你发现你说错话 可是你可能又没有办法拉下 你马上去跟小孩道歉 或者是马上修正 对 所以就会一直累积下去 就累积下去了 对对对 那于是就是被人家说 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 常常就像是一个魔咒 就是说不是有太多的人 能够跳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因为你有的时候用一生的力量 其实都在抵抗 抵抗什么呢 就是我不想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父母 因为他们曾经那样子的对待我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 其实在你成为父母的途中 你就变成那样的父母了 你就会发现身上出现了上一代的影子 所以总归来讲还是有些基因 或者是所谓的潜意识 深刻在你的内心里 对 就是一种学习效果 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拷贝 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复制 所以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 我们脑海中直接想到的 就是上一代教育我们的模式 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看过的模式 也是我们唯一体验的模式 所以不管喜欢不喜欢 那种模式都在我们身上生根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成长是角色模仿的结果 你模仿你的父亲 对不对 你模仿你的母亲 你模仿他们的家庭扮演的那种各种示范性的角色 对不对 那于是甚至你的情绪模式 都是模仿他们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这么悲观 那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 让我们在没有经验变成父母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好的父母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 做父母是一种意识状态的学习 它其实不仅是意识 它要变成一种发心发愿的学习 就是说其实做父母要有自我觉察的能力 自我觉察的能力就是说 其实你自己要发现到 就是说在我的身上 我自己就是说承袭了什么 然后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一种自我观察力 然后我能够觉察到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你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孩子 就是要自我觉察 所以绝对不是表面上 你要当一个好父母 你就会当一个好父母 没有不可能 不可能非常的困难 就是说当父母不可能成为一个目的 当父母一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你说我们做到多好才算是最好 不能比较 可是有些人就会说 我希望生那个虎爸虎妈 然后养出一个哈佛的儿子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就是说虎爸虎妈 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当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去被虎爸虎妈管教 对不对 他能够被管教上哈佛 你的孩子一管教 也许离家出走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父母的模式 就是说 可以去参照一些相关的学理 然后去实践 去努力 去自我觉察 但是不可被 怎么样 就是说延峰不动的移植跟复植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刚讲觉察 有时候我们过去 有些父母 觉察他要当一个好父母 可是他最后做到 他可能会变成所谓的妈宝 或者是一厢情愿的 这个任劳任怨 好像一切就是父母亲 我们就该牺牲 为了小孩 无怨无悔 可是这样也是不好的 这是绝对不好的 对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父母 跟以前的父母 其实好像 我今天还在想 就是说 从以前的父母 到现在的父母 其实我们的成长 并没有很多 就是说上一代的父母 他们很辛苦 他们常常是 辛苦换得了我们的成就 就是他们牺牲 成就我们 但是这代的父母 仍然是 他们每一次 就是说赚到的钱 或者是买到的房子 累据的房地产 他就会跟你说 你看你要好好的 我们这些全都留给你了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就是以前是一无所有 而他们勉强的 就是工作辛苦 然后把一生 对不对 牺牲一切 现在不是牺牲一切 但是他们还是说 我们所有努力 得到的一切 将来都留给你 这对孩子是好的吗 就是说父母的财富 不是你的财富吗 对不对 所以小孩子 常常都觉得说 父母会留三栋房子给我 所以我需要做什么 那以前的是说 我们就是说 活了一辈子 父母也买不到一栋房子 然后为了我 他卖了一栋房子 让我读书 那所以说 你看代与代之间 其实我们改善的并不多 对不对 上一代是好像说 牺牲了自己 让孩子就是说去成就 孩子就觉得很亏欠 对不对 就好像我要牺牲我自己 来报答你 这一代就变成是说 父母还是这样告诉你说 我们的一切都留给你 那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不劳而获 然后得到我们的一切 所以那意义是一样的 意义都是控制 我努力的一辈子 我赚来的所有财富 最后全部留给你 都是你们的 对不对 我牺牲为了你 我赚到钱 也为了你 所以意义都不大 不大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对孩子来说 其实都是牺牲了 他成为他自己的机会 就是说那都是一种 好像爱的控制 所以这样讲 其实父母竟还是 牺牲付出到一个程度之后 还是要活出他自我 对不对 所以该规划自己 还是要规划自己 对 我觉得 父母可以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 就是父母活得像自己 然后父母活出自己的精彩 然后父母有自己的幸福 孩子就会很安心 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孩子觉得 你不是他的责任 他不会一辈子拖着你 而且他也不会觉得 他自己是你生命的负担 如果父母对你说 我为你牺牲 我为了你而活 你看那孩子 怎么敢活出自己 因为他要背着你 他怎么走也走不远 对不对 他怎么走也走不出自己 永远就要有 抚养父母亲的一个责任 跟压力 对的一种因应在那边 因为父母不快乐 他就会觉得 我要为父母负责 但是父母说 你好好的活 我们太棒了 我们有太多地方要去 我们有好多事情要追求 我跟你爸爸 爸爸都活得那么好 对不对 你看孩子是不是很轻松 他就可以飞远飞高 就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了 所以就是说 其实孩子常常想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妈妈爸爸 你活出自己的幸福 我们就幸福 但是如果你们活不出自己 如果你们一再的告诉我们 你都为我们牺牲 为我牺牲了 那我怎么可能去追求我的幸福呢 对不对 而且你的幸福 也没有比我们的不重要 所以那个是过去的一个教养方式 就是我养你一辈子 最后我就等着你回报我 等你来养我 就是养子防老的那种概念 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一代 就不会有养子防老的概念 不但不能有养子防老 我们还同时要去告诉孩子说 我们都不需要你去担心奉养 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有自己的生命追求跟快乐 你要过你自己的人生 把自己活好 就是我们的安慰 我觉得现在的父母 应该走向这样子的一种努力 这样相对就让小孩 没有所谓的先天的后顾之忧 能够好好去开创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生 因为确实我们这个 我们把小孩生下来养下来之后 最后还是要给他们自己完整 属于他们个人的人生 而不是他要活在父母亲的阴影里面 或者是他要去完成父母亲 过去得不到的一个成就这样 对对对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应该有更不同的体认 就是说我们已经脱困了 我们已经脱去脱离贫困的年代了 其实我们能给孩子的最富足的东西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自主 对对过去大家都绑在一起 没有钱的年代里 不是牺牲姐姐完全弟弟 就是牺牲父母完成子女 要不然就要卖掉一个 就要卖掉一个给掉一个 对不对 现在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年代了 所以过去是物质的贫困 那现在就是担心父母亲精神的贫困 自己不好好充实自己 然后就把老年生活完全都跟小孩绑在一起 那个对孩子是一个莫大的负担 孩子又不能飞也不能离开 那孩子老是觉得身上就是带着一种限制跟负担 有有些父母这个每到假日 就会打电话扣小孩说 要不要回来看爸妈 小孩每到假日压力就很大 他就不敢有他的一个社交生活这样子 对对对 这种父母还真是很多 就是说你不会安排自己的父母 其实就会成为孩子的负担 但是把自己照顾好 对不对 你看孩子多愉快 是是是 对不对 好那周朕之后 接下来聊聊这本书的一个 这本书是简简单单 就是五个章节 五个这个沟通方式 是不是来先帮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要用这么简单的五个步骤 来教大家这个爱的练习 其实我我里面 就是说挑出了几个五个主题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这个比较跟一般的沟通课程 或者是一般的沟通的一些专书 不太一样的是 我觉得我最大的重点是 希望父母知道 把自己活好 就是说了解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你就知道 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对 这跟结不结婚 成不成为父母也没关系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个快乐的人 于是你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 父母对不对 对 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向都不重视 就是说我是谁 所以说 尤其在我们中国社会里头 好像你是谁 大家都不管 不重要 因为你是谁 你就应该像大家一样 对 别人有什么 你就有什么 那于是你成为一个这样的父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就不会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那所以我把这些东西挑出来以后 我就是从我是谁出发 是 就是说找到你自己 然后知道你自己是谁 那然后同时呢 就是说我点出一些典型父母的问题 就是典型父母常常都有一厢情愿的问题 好 一厢情愿的就是说去讨好孩子啊 过度讨好 过度的讨好 一厢情愿的就是说 去把这个个人的意志 加在孩子的身上了 对不对 就是说就胡妈型的 胡妈型的 就是我要你成为什么 你就要跟着我的脚步 就是成为什么 或者是家族企业 你就一定要继承就对 对对对对 你毕业之后就来到自己家里公司上班 对 所以我把它点出来 就是有一些所谓一厢情愿的一种问题 就是说父母太忙 有的时候用物质来满足孩子啊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 或者是那甚至也有些极端的 就会觉得说 啊我的童年没有被满足 所以我一定要辞掉我的工作 来满足我的孩子 这种做法常常都是一些迷思 就自我牺牲啊 他觉得我说 我在小的时候 父母并没有给了我全部的童年 以至于我童年很失落 那所以我许诺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所以我要牺牲我的工作 那一旦你牺牲了工作 你就会知道 你投入那么大 有一天你就会孩子 就会告诉孩子说 妈妈牺牲了一切 你要怎么回报我 我怕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如果一个母亲 没有这种想法 她放下工作 把孩子当做生命的全部 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那你一定不能够把它想成说 是牺牲 对当你愿意这么做 绝对不能够造成小孩子 希望小孩产生愧疚感来回报你 而是你自己愿意 你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喜欢全职带小孩 对对对 所以我把那个一厢情愿 就是说的爱 看成就是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子之间的 一种关系的一种变相 就是说如果你是出于一厢情愿的话 你所做的一切 可能对孩子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在扮演角色的时候 一厢情愿可能都会让孩子感觉到说 那是你自以为的 对你自以为 你自以为你是一个全职妈妈 你很尽心尽力 但是结果你把我们盯得一头包 对不对 那有些就是说 你自以为你放下工作 结果你告诉我们那是牺牲 要我们来偿还 所以孩子心里面就很不平 说我们没有要求你这样子 结果你做了 你抱怨我们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说 我把一厢情愿的爱 就是说有一种典型 一厢情愿的爱他造成的影响 就把他就说点触出来 这个还蛮多父母亲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过去可能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 当他们变成父母亲的时候 他就选择这个 马上把工作辞掉 这个全心全意的来带小孩 那当小孩长大之后 他就认为小孩一定要回报他 因为他牺牲他的学业或他的工作 或他的一切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心理 但是就是说 假如你自己觉得 就是说带孩子 给孩子相处 然后跟孩子一起成长 你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要把它去想成说 我是在做一种生命的选择 那然后我选择了孩子 于是我放弃了什么 所以我牺牲了 那如果一旦有这种心理 到了成长之后 关系都会变得很恶化 其实我觉得在小孩子 刚成长那阶段 你选择这样的方式去陪伴他 你其实那当下 你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当小孩这个 从慢慢这个会爬 会走路会讲话 你是享受那种过程的 对 那后来你会觉得不平原 是因为小孩长大了 他开始会反叛你 你才会后悔 而且他你空巢了 他离开你了 你就会发现到 或者他交男女朋友了 对不对 你一下发现到 你的头颅失落了 对 是不是 于是你就感觉到 好像有人应该要偿还你 对对对 但是其实那个回头来讲 你小孩这个小婴儿 刚陪伴那几年 是真的非常快乐 能够看到他慢慢的成长 一点一滴这样子 没有错 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后面 就是孩子长大后 有一天你不能跟前跟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把一切给了他们 那个时候 你可能回来去想说 那你剩下什么 对 你那几年这样的陪伴 一切都是空这样子 对 有些母亲在那段时间 这确实受到很大的 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 没有办法去忍受那种 空巢期带来的那种 那种失落感 因为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放弃了很多个人的生活联系 对不对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 没有跟朋友再来往了 没有跟社会再接触了 然后也没有 那个真的是说 不是普通的放下了 对 要好多年的时间 你都不能够外出 不能够出远门 然后不能够到处设想 对 因为他们都把一切都给了孩子 那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的话 其实到了一旦 生活形态有个剧烈的变化 孩子长大了 不再每周回来 不再跟你做一切的事 不再紧紧的跟在你身边的时候 哦 那个我觉得对母亲换父亲的冲击 其实是很大的 对啊 而且如果有一天他带回来 这个他的另外一半 不管是男朋友 女朋友回来 如果那个人又不是你所喜欢的 或者是你认定的那种对象 你可能大击又更大 你就觉得你小孩子那么没有眼光 枉费我当年这样子 牺牲这么大把你拉拔这样 没有错 可是小朋友有时候 谈恋爱他教的就是小朋友 他怎么可能会去想到说 我这男人 我教的男人要成熟 有责任感 有什么 没有错 所以就是说 一厢情愿的爱好 常常是造成跟孩子之间最大的一些 产生最大的距离 就是说我给你的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说孩子并不觉得 就是说你这样做 对我是好的 所以这样讲就是 我们在付出之前 我们不要有所谓的理所当然 或者是我们不要这个 自己过度投入的话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或自己觉得 这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 好像我觉得父母对孩子 做了太多自以为是的安排 比如说我们安排孩子什么 去就读森林小学 然后把孩子送到 就是说隔壁的一个城市里去寄宿 说因为那个学校最好 要让他独立什么 对不对 那为了让他独立什么 其实老实说那孩子没有办法表达意见 但是实际上小孩子如果早上六点钟清晨就起来 然后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去一个地方就读 说到底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好 孩子没有选择权吗 对不对 但是父母这样做的时候就说 这是为了孩子好 因为我给他挑了一个全市最好的小学 我为了说我觉得其实都是为了父母觉得自己好过 父母都说我给孩子上了最好的学校 我有能力给孩子读最贵族的学校 我有能力让孩子去做舒服的森林学校 做森林学校小孩子牺牲两个小时的睡眠 你把他两个小时帮他睡觉送到最森林的学校里面去 他都在森林里打瞌睡对不对 就是说到底就是说是对谁好 就是说我们常常替孩子做很多安排 但是却没有觉察 其实那是我们的私心 就是说是我们投射在孩子上 我们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没得到最好的生活 我们要给孩子得到 然后我们没过过最好的学校 我们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就是说我没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要给孩子吃到 那是父母自己想的 孩子要不要吃那么好的 孩子要不要越去就读 孩子想不想每天牺牲两个小时睡眠 去读贵族小学 那其实就是父母的私心 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有点像 这个小孩子想吃麦当劳 那有些父母亲就很惊 就是大死绝对不行 那个有糖 那个什么油脂太高干嘛 可是其实大人有时候也会吃 只是你不会让小孩看到而已 那有时候这个偶尔为之 到底有那么严重吗 还是你就是要用一种 很高的一个道德标准 就是我认为这个 吃菜比较健康 就不要吃肉 不要吃一些油炸的东西 就我们会用我们的 自以为是的一个健康观念 强压在小孩身上 是 基民刚刚讲的 我想确实就是说 很多的父母都替孩子做了 太多的安排了 孩子穿几件衣服 所以流行一句话 就是说妈妈觉得你冷 就是说你今天要加三件外套 孩子满头大汗 但是你就跟他说 就是要穿这么多 对不对 那要应该走哪一条路 回家比较近 对 那他就是说 他走什么路 交什么朋友 吃什么东西 然后做什么事 从小都有你决定 这种控制 其实对孩子来说 他到长大以后 一旦他可以住宿 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种难受 其实就好像 我在书里面写 就是说 就好像夏天 你给孩子盖了一床 厚被子 对不对 那他满头大汗 你跟他说 你不盖被子 冷气会让你着凉 对不对 那你就是说 你管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孩子他没有喘息的空间 他是不是要逃离 一定要逃离这样的爱 因为这种爱太窒息了 对不对 你不仅是决定他的生活 你决定他的感官知觉 你觉得他冷 你觉得他热 你觉得他应该要串几件 甚至他即使教的是 一般的普通朋友带回来 你也会觉得 用你的主观去判断 这个朋友好不好 对 然后就是觉得说 他批评他的朋友 批评他的交友的标准 对不对 批评 批评他对朋友选择的判断能力 这其实对孩子都是非常伤害的 就是说 你可能对孩子没有自信 对孩子打击他的那种 独立判断的能力 而且你也没有尊重 他选择朋友的权利 对不对 所以这对孩子都是很挫伤的 可是我们讲到这边 刚好最近 有很多社会新闻 情杀干嘛的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有些读者 他如果是身为为人父母 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 如果不管的话 他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无法挽回 或是无可避免 他们就会受到伤害 那到底我们这个放手 跟抓在手上的分寸 要怎么拿捏 我觉得 我觉得所谓的管 管教是一种 非常大的学问 就是说管 其实是有方法的 就是说管教跟不管教 不是两个极端 不是完全放手 不是说放手不管 就是说放手不管 不是说把你放到 任何一个野地里去生活 全部都没有给你规范 我觉得放手很简单 就是说给你 非常清晰的一些原则 但是呢 你这些原则必须要持见 必须要做到 就是说很多的父母 是给你很多的家规 但是每次你违反 他没有一件执行了 于是就说有跟没有 其实形同虚设 你看妈妈如果说有那个的话 他不需要板起脸孔 他只要非常的确切的执行 他的家规说 你晚上应该几点回来 如果你带了什么 你交了什么朋友 应该要在什么时候带给妈妈看 那如果这些家规 大家都遵守 其实你就会发现到 你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 去管孩子 我们之所以生气 或者是常常跟孩子发生冲突 是因为一没有规矩 二有规矩 却不能切实执行 对 于是孩子就有缝隙 孩子就混乱 孩子就不知道 做与不做之间 其实父母都没有管 到底你所说会真的生气 或假的生气 假的生气 对 从很小的孩子就听出来了 很小的孩子 你给我收玩具 不收 你看怎么办 你看我把你怎么样 结果都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 说我把你玩具全部丢掉 结果就把他收到柜子里了 对不对 然后就说 我把你叫警察局抓走 结果警察也没有来 所以我们常常恐吓孩子 然后我们都从小就用那种 威逼利诱 但是都没有去实现 就孩子就觉得 父母讲的话都是耳边风 那到长大以后 你说我们好像管得很严厉 好像照常给了他很多 但对孩子来说 都是不需要真宠的家规 是 对不对 所以我有在书里面 把它列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是说 这是做父母的迷思 就是说 父母的迷思就是觉得说 要不就是我要当孩子的朋友 所以我都要对他们很nice 讨好他们 很好 称兄道地 称兄道地 对不对 很多的父母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我一辈子自娶 要成为孩子的朋友 怎么可能 孩子如果一旦在外面出了事 我们在大学里看到很多的孩子 跑来找老师 说老师 就是说我怀孕了 或者是老师 我昨天晚上出事了 我打了我的女朋友 然后警察来找我了 他们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都在想 为什么没有去找父母呢 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 父母在第一时间 不是被他们想到的 最需要去讨论的人 因为没有信心 父母会打他们耳光 或父母会暴怒 或者是骂一顿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说 父母的角色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 要孩子在每一件大小事 都巨细迷意的跟你说 但是当他最需要 人生最需要的时候 他要是第一个想到你 而不是说 去跟你导师讲 这么重要的事 对不对 当然是跟父母商量 对 所以就是说 在老师的过程 在当老师的过程 其实因为我生的很晚 所以在当老师的过程里 我从孩子的身上 其实学到了很多 就是说 我会去想 就是说 如果一个孩子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没有第一时间 打电话回去 跟父母说 我在想说 那父母是多么的伤心 出了什么事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成为 孩子最信任的人 就是说 孩子不需要跟你 每天报告生活细索 但是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会想到你 是是是 那我们怎么成为 这样的父母 这个迷思啊 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都不要管他 很nice 跟他非常的亲近 像哥们一样 什么都谈 你就会成为他最好的父母 其实不是 对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孩子在心里面 丧失了一种感觉 觉得说 父母可以撑得住我 父母其实也是一个 枪有力的一个 一个那个 对不对 大人 对 他要知道说 家里永远有大人在家 有大人做主 他就安心 但是如果家里都是小朋友 连父母也是小朋友 跟他玩在一起 跟他一起吃喝玩乐 他就吓到了 因为他不知道说 将来真的出事 大人在哪里 要找谁 对不对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在最孤苦无一的时候 也是在找一个大人 而且那个大人 还是要了解他的 还能够原谅他 包容他 支持他 对不对 那所以就说 那个大人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 当父母的难就难在说 其实我们要成为 孩子生命的朋友 是指朋友之间 要相互的尊重 而不过分的干涉 要懂得 就是说去包容 但是我们同时 也要成为孩子的 就是说 能够信任的一个大人 就是说在正确的时候 给他人生正确的判断 给他正确的支持 给他正确的一些帮忙 所以这样听 其实要成为一个 这个合格 或者是一个好的父母亲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简单 这是一辈子的事 而且前提是 你要做的对之后 你的小孩的回应 才会是对的 如果你做的是错的 小孩回应自然就是错的 就是错的 你做错了 小孩子就完全的 走到另外一条路 你做不对了 你跟他再亲 他都不会来找你 对啊 对不对 他跟你很亲 他反而不会来跟你说 也有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孩子是 我们说孩子是一个 很灵灵的接收器 他们很敏感 然后他们非常能够判断 我常常觉得 孩子是世界上 最没有蒙尘的 一种清明的人 因为孩子 他没有带太多城市的 一些污染的东西 所以他很能够判断 就是说 父母给他的爱 是可信任的 还是他是觉得 到后来 他只觉得失望的 他们可以判断的 所以这样回头来讲 好像这个 当你要教养小孩之前 好像自己 在某方面的程度上 要做好一些准备 对不对 不管是心态上 或者是你的经济上 一定还是要有一定的 一个能力 才来决定 要不要结婚生小孩 不然如果你太仓促的话 其实有时候 你还会跟你的小孩 在那边耍脾气 两个互相闹来闹去 因为甚至你会觉得 小孩生下来 是来拖累你自己 会啊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有一些父母 其实是一辈子 没有长大的 人不是因为结了婚 你生了孩子就长大了 就是说长大这种事情 其实是每一个人 在意识中 在意识状态里头 自我教育 跟努力学习的成果 你必须要先希望长大 然后去学习长大 然后去实现长大的人 应该要做的一些 成熟的担当 你才会成为一个 长大的父母 对不对 像有人说 有些人说 自己都结了婚 比小孩子还要看起来 还要小孩子 跟孩子吵架 甚至打架的 计较的 对不对 彼此伤害的 好像跟孩子抢吃的 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就是说 其实父母也是一个小孩 他也是从小孩 变成父母的 对不对 但是他能不能过度 成为一个成熟的父母 其实是自我教育的结果 所以这个教育的方式 就是透过很多的学习 包括要看像赵老师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 甚至还要去参加一些 亲子成长的一个课程 对的课程 要去练习 然后要去实现 然后甚至要懂得说 自己起码做到犯错的时候 知道自己做错了 然后还要学习 要跟孩子 适时的道歉 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才知道的 就是很多父母过去 都认为说 道歉 道歉成何体统 对不对 我是权威 孩子怎么不听我的 但是你现在发现到 当你有一天 变成一个成熟的父母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其实父母不能够 就是说是靠威权 得到孩子的尊重 对不对 在威权那个时代 只有在小孩很小的时候 他无法反抗你 可是当小孩大了之后 你就知道惨了小孩 完全跟你脱离关系 政治完全都不回来看 不回来看你 对 所以就是说 那个不是用威权 就可以赢得的尊重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适时的 懂得跟孩子 告诉孩子说 妈妈这个地方 没有你讲的对 或者是说你说的对 妈妈愿意参考你的意见 对不对 那孩子我觉得 你看他多么的欢喜 对 所以有时候 还是要给小孩子 一些成就感 而不是过度的 这个压抑小孩 或是像刚刚书中有提 这个贴标签 你说你小孩是坏小孩 他就会认为 他是不够好的 对 你看那个 我们常常就是说 在无意间 对小孩子讲了很多 很难听的话 对不对 我前几天去看 那个蓝龄40周年的 那个演员 他们都演自己的故事 我看了好伤心 全场都 全同头都哭到完了 他其中演了一段 那个更生人 就是有人到更生人 那个地方去 跟那些犯人接触 他就问那些犯人说 你妈妈从小怎么喊你 那犯人都不愿意讲 结果有一个犯人 他就问他说 来来来 你说一下 你妈从小怎么称呼你 他就说 我妈从小就喊我贱货 贱货 是 有人从小就说 赔钱货 是 你知道就一个小孩子 从出生以来 就懂事以来 他就被喊成是贱货 便宜货 就是说赔钱货 你觉得他怎么看重他自己 对不对 因为孩子把父母看得那么大 父母说的话就像真理 那他从小就说 你不值钱 那你怎么能够看重你自己 我那天看了那个戏剧的时候 真的是泪流满面 我觉得好可怜 我就觉得说 你看一个更生人的背景 过去说起来 其实是谁第一次伤害了他 就是父母 可是有些父母亲 他会说他是开玩笑的 可是小孩 他没有办法分辨 小孩子不能分辨的 对 他都认为你讲的是真的 而且父母通常都把它变成口头禅 比如说 甚至父母没什么恶意 就是说你是老大 不要跟弟弟妹妹抢东西 你应该要承让 你怎么永远都不懂事 对不对 你就是大姐 那问题就是说 大姐他也是个孩子 弟弟才比他小一岁 那他为什么懂得 他一生都要承让 以至于他长大了以后 他都没有能力竞争 他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表达自己 因为他永远都觉得说 老大就是隐藏的 老大就是要去承让 好的就是要给弟弟妹 老大就是要给弟弟的 所以他永远不觉得自己 值得生命最美好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 看起来很小 但是实际上长大以后 会被放大很多的一种人格特质 知道就我们刚刚聊了 这个都是正常父母家庭之下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单亲家庭 那单亲家庭要带养小孩 单独一方的责任又更大 对不对 他等于是两个角色 他都要兼顾了 就已经没有另外一半可以商量 或者是你们两个还可以做 所谓的黑脸白脸这样的一个搭配 对对对我觉得单身家庭的现在社会里头 其实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书里面大概都会强调 就是说单亲对孩子造成的一些影响 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经常争吵的那种所谓的核心家庭 可能问题更严重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没有离婚的家庭 但是经常都在吵闹 所以你这样讲 假如是这种状况 离婚反而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 确实是就是说在孩子一生的生命里面 他们比较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爱的两位 两个人 明争暗斗或是闹来闹去 但他们可以忍受父母用一种非常平和 然后非常安静和理性的方式分开 但是各自都还跟他维持着亲情的关系 小孩子可以接受这种所谓平和的分手 但是小孩子没有办法忍受父母相互伤害一辈子 对那对他来讲是日日的伤害 对不对 就是说是日日夜夜延续的伤害 每天的折磨 对不对 所以孩子长大以后通常都会劝这样的父母之一 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离了 爸爸你就离了吧 对 你看孩子通常长大有能力以后 他反而会告父母说不要再为我们忍受了 这不值得的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 你为什么不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并不是说单亲有什么问题 而是说单亲的父母在处理离婚这件事情 有些处理的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就是离了婚以后 就对孩子经常的讲你爸爸多坏 你妈妈多坏 他不要你 他跟别人劈腿 跑了 那个对孩子的伤害就会很大 但是没有人证明说单亲家庭会比双亲家庭不幸 孩子的表现更差 没有人证明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父母离异了 他们各自都找到了幸福 那然后你也很快乐的成长 也知道父母虽然不相爱 但是他们都爱你 对 他们只是个性不合 不能在一起生活 就好像我们交朋友 也会交了一段时间 就发现到跟我们的朋友不相合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那个没有保证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平和的方式去处理 就是说这个单亲这件事情 去正面的看待 健康的看待 然后给孩子一些很 就是说很好的一些 心理素质的一种准备 我觉得那个并不会说 对孩子一定 假设就好像我们讲的 就是说是一颗大蛋 把一生就是说都搞完了 其实不一定会这样子的 是 对不对 那因为父母双方来讲 他们虽然不相爱 但是他们都爱你 他们虽然不相爱 但是他们是好朋友 还可以维持的很好的关系 他们甚至有些人 他们还可以就是说保持 就是说还有个固定的家庭聚会 甚至两边的家庭还可以一起 还可以一起 有些聚会 那我觉得是看我们 怎么去处理那种 所谓的非因亲关系的亲爱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子女 对不对 也许我们在中国的父母 做的比较 比较不熟练 做的不熟悉这种事情 好像分开就是 一定就变仇人 对不对 那然后恶言相向 然后就跟孩子 就是讲一堆 有什么的 抱怨 然后攻击 反而让孩子心里很受伤 所以相爱的人 怎么会彼此 这么样子的仇恨 这好像就是说批评对方 让小孩子爱你 这比较容易 对 而不是说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小孩子爱你 所以直接骂对方 比较烂就好 对对对 是啊 这就是比较不好的 互相比较 他比较差就对 对对对对 这个对孩子其实造成的伤害 是比离婚 我觉得都还要那个 本身还要更伤 江苏最后 帮我们总结这本书好 这本书是不是就推荐给这个 有家庭 有小孩的这些父母亲 如果你在教养上 有一些困扰的话 其实这本书还蛮多内容 可以找到答案的 对 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学理占了一小部分 但是有很多的案例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练习 对 这个是这本书 特别的一个地方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练习 就是说你不断的要去回问 就是自我觉察 自我练习 因为做父母不是一条 就是说可以一触几层的路 你必须要就是循规导局的 就是说按照里面的东西 去检视 你是不是有技术犯规 你犯规了 你应该怎么改正 那任何时候 当你可以改正一个错误 你永远都有机会 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父母 简单来讲 就是说其实 只要你愿意改正的话 永远都不会太晚 对 永远不晚 永远都觉得你是对的 或者是永远觉得说 你父母就是应该展现 这样的权威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气势 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就失去成为一个 更好父母的机会了 那这样辛苦 其实不是你的小孩 是你小孩的小孩 因为他们又会用你 错误的一个方式 继续带他的小孩 就是你的孙子孙女 又这样继续受苦 代代相传的噩梦 对不对 代代相传的魔咒 那就可怜了 所以这本书呢 推荐给这个所有 亲子教养有相关问题的 都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即使你不是这个为人父母 你也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因为其实简单来讲 亲子教养就是沟通嘛 对 那其实有时候 你跟同事之间啊 跟朋友之间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沟通 对 所以我觉得 爱的练习部 最重要的就是说 爱需要练习 为什么爱是一种 爱不是本能 也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好父母 是 那只有不断的 透过学习跟练习 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 更好的父母 所以大家都要做爱的练习 而且一开始练习 难免会有些尴尬 可是总要有第一步 但是一定要有第一步 对对对 有时候要在小孩面前认错 那是很难的 对 但是你看一旦认错以后 就会发生很大的魔力 对对对 那彼此亲密的特殊的一个感情 就会发生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是 会让你们彼此关系更好 而不是一定要 就是要展现 说我父母都是对的 这样子 是啊是啊 对啊 高压有的时候 其实效果是最差的嘛 对不对 反而姿态放柔软的时候 孩子都会给父母一个机会的 是好今天我们谢我们的赞好利益教授 谢谢